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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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即使攻略这个环节 继续有Stanley在这里解答大家的问题 Stanley 你好 你好 首先立刻解答YouTube上有一位朋友的问题 就问李宁现价买不买得过呢 这些用品股都强势了很久 现在追得不可以呢 追啊? 内需 没什么意见 你问我的话 现在这位 他要抠一抠 破顶 破顶 真是你说这些 不过他继续又一样 但是你说看他25元以下这位置 又好像有支持 可以的 而且这一款我都说 如果以内需版块来计算 他都算是一款 我觉得比较 他和安搭 他和安搭 我认为多一些 为什么呢? 他那个品牌 没错 我经常都说 这一款比较上是内地的品牌 比较 例如内地的消费者 喜欢一些自家 即是国产的品牌 对于他有帮助 真外国 没错 所以变成对于他来说 是有些商机 这个也可以说是公司的一个比较大的卖点 所以你说如果要选要买的话 其实我喜欢他多个安搭 你说这位25元以下 我觉得值得博的 直接贴近25元买得不可以呢? 你要落到25元以下 这些位置 我觉得值得博的 嗯 今天都有度过 但这位朋友可以参考 Stanley 的意见 对 现在都升回大约1% 25.5% 看看 这些板块 其实是长炒长油的 你可以说 它一定是比较多些卖点 但就变成 好人会听 你买得这些股份 因为它的估值上 真的不是算便宜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这一刻 还要选一些板块来买的话 都是选择你 不要选择 好啊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的问题 不如听一下邪先生的电话 邪先生你好 邪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请问一下那只 新古 是 什么化石 那只呢 哪只呢 那只3597 3597 3597 是什么来的 那只什么名字 3759 是什么 3759 3759 3759 是 是 那只看是抽不抽一个 那只抽不抽一个 那只抽一个 我心本还还没想想抽 康隆化成 看名字 不知道做什么 是的 还是抽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应该我觉得 没有什么水位 美国那个 都有股价 弹制住它 应该不会升得到 是的 没错 中长线 啊 謝先生是 有做功课 是的 所以我觉得 阿里巴巴 就不會升到的了 即是你想短炒 是吧 你想短線炸炸 吃了壺就算了 其實阿謝先生 看看湯文化整得不可以 我明白了 我現在還想看他 不斷納納的資料 但我想說其實阿里巴巴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水位 沒有水位 又未知是 不過有件事是真的 就是說 你看看這一段時間 即是他上市之前的時間 究竟你說阿里巴巴 美國的股價 有沒有機會做得比較好 假設 他真的這幾天 突然說美股那邊 他會升得很厲害 你變相之下 害最難 拉高了他股價的情況 所以你說現在抽阿里巴巴 有沒有程度上 你駁他這18日的時間 那個股價做好 有機會會比較好些 但是你說 好像水位有限 這句是真的 我也不相信這18日的時間 突然之間 他的股價會升得很多 抽兩成 可能 很難 說真的 所以你說 不抽阿里巴巴 你又不抽 那我覺得又可以 但是最壞 我和他們談了那麼久 也好 我的股價還未弄到 我看到了 這一隻 康隆化成 是做什麼呢 有醫療保健的服務 是 做些什麼 小分子藥物 細胞療法 和基因療法 有些非常技術的 terms 你這樣說 都不知道 盈利能力如何 或者 那個表現會是怎樣 這些股份 如果純粹 這隻不是B字頭 不是 應該 應該有錢賺的 但是 謝先生 如果你是純粹 短炒的 你說想可能 搏去上市那一層 這些我又不反對你抽 但是 你還是小注 因為你都知道 其實新股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 可能升得很厲害 但也可能會 那邊 會很難去預計 所以 我會建議你 你說你小注 可以的 現在市場 還在查半身股 你說 小注去抽一下 又無妨 是可以的 好 現今小注 因為每次我們在無家 還沒錄到 那個招呼書出來 我打算找一本招呼書 看看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都是 不好意思 好 Stanley可能在 收視後的影片 又可能再讀多些 再回答 有一次 還沒錄到 好 再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但是 小注抽 現今應該可以的 對 小注 多多謝謝先生的電話 剛才提到半身股 有一位朋友 買一隻302 3.35 是 現在 應該怎樣做呢 又不是差很遠 是 但是 真的 這些股份 有一點兒 食之無味氣之可惜 其實 不是 因為你本身 Style版塊 我又不會說它差 但是 我又 對它的看法 又比較中性 我會覺得 你現在有誤 因為 半身股 其實是炒作的東西 你真的猜不到 所以 現在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再回答 比例去看 可能再回答 大概是 三個一毫半左右 止瀟位先 它不穿 因為三個一毫半 剛剛好像是 今天的低位來的 原來是 你不去不穿這個位置 就先拿著它 但是 記住 半身股有時的炒作 是你預計不到 就是炒就炒 所以 暫時 只可以建議你 先拿著炒作 好 謝謝這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看藍手的表現 九初無端端的 3% 算了 這些反彈就算了 所以純粹是反彈的 沒錯 都不需要理它 如果看物管股 今天都OK 都升到1.7% 維持著升 這個板塊 是不是應該 關注一下這個板塊 有沒有一些 2669 你最喜歡的 真的 哇 再升8分之4 對 真是逃河 經常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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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越升越有 怎麼搞 怎麼搞 沒有人看 確定不看著 真的不看著 美股可以再上 我覺得像是 美股那邊 因為它的問題 你見到它那個勢頭真的厲害 而且始終它的經濟也好 公司的業績也好 他們不差 所以變成 它們夾上去 真的那個 再上去的空間也很大 所以你說 美股是 沒錯 真的比我們厲害 美國的生物科技股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我真的不懂 真的沒有什麼研究 這一集的辦法 因為現在是太複雜 對於我來說 但是你說 美股的行情 氣氛 是真的叫做OK的 所以你說 少住 都是先看著 好 都回答了不同的問題 這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有沒有持有 常述提供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下午回來 還有一節會 解釋大家的提問 我們這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這集和大家聊到這裡 待會兒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人士 待會兒再見